詞曲 李宗盛 愛的味道 留在相遇的那天 回忆里面究竟藏着什么 我们的爱浪漫了整个夏天 是多少远才没与你错过 我们的故事也许没人在乎 我只想紧紧拥抱你 心跳让你听到时光尽头 就算没有方舟 两个人紧握着双手就足够 明天前爱的记忆带不走 我只愿意在你左右 这儿你帮我看一下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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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您怎么样啊 身体还好吗 我还好 到年纪了 总有点小问题 不过还好 没什么大事 你怎么样 你在唐人公司很适应吧 挺适应的 我每天都很努力的在工作 你就不要担心我了 那就好 工作上要好好表现 但是身体也要当心 特别是早饭一定要吃 听到没有 嗯 本来想来看你的 结果唐人说 你现在刚上手 有点压力 那我就听他的 下回再来 别 别啊 我这头正忙着呢 我到时候自己找空回去看你行吗 好吧 那爸爸保重 这 还能瞒多久呢 这 还能瞒多久呢 对啊 我到上海都一段时间了哦 你觉得你还习惯吗 刚开始有些话听不太懂 可是后来慢慢就听习惯了 例如我们讲公车 爹地和阿姨会讲公交车 嗯 还有呢 比较好玩的是 棉洗块这边讲一次性筷子 又落乳是讲酸奶 很多我都听习惯了 妈妈呢 哪个妈妈生活还习惯吗 不知道耶 为什么不知道 因为 没有从小 从小 毛豆会说 我妈妈从小就爱管我 小悠会说 我妈从小就会买很多玩具给我 可是我和阿姨都没有从小 像我和老爸就有很多从小啊 从小老爸就会教我游泳 然后陪我打排球 爹地也有从小 爹地从小就会教我折衣服跟做围老 那 那你有没有想过 再过几年 你跟妈妈就有从小啊 那可能到你 有十几岁的时候你就跟你同学说 我妈妈从小就逼我要穿裙子 我妈从小就逼我摔这个啊摔那个啊 是不是 嗯 好 好 差不多了 好快点黑了 我们回家吃饭吧 大姐 不进去吃好菜 来 给我吧 吃饱了 还能吃一下饭 可以啊 可以吗 嗯 嗯 你这是干啥啊 啊 这灯坏了 我把灯泡换一下 你小心点啊 我帮你吧 行 你帮我扶一下 哦 慢点 慢点 快 快 快 嗯 怎么了 我没 没灯泡 你等一下 来 来了 来了 来 给我 好 好了 好了 还有那个 来来来 我来 我来吧 不用 我拉起来 好嘞 好了 好了 大功告成 一直想谢谢你呢 上次啊 你的帮忙 左先生已经帮我同学 他肯定订好房了 没关系了 左先生那个民宿 会住得特别舒服的 对了 我上网查了一下 你不仅是一个 很对古董家具有研究的人 还是一个很有名的 空间歌画师啊 你过奖了 过奖了 那个 我家就特别地乱 东西到处乱放 矛盾那玩具啊 地板上全都是 你什么时候有天 上我家给我规划规划呗 其实那没关系 这个乱啊 也能反映出这个主人的性格 说明他很热情 而且也很怀旧 因为他怀旧呢 所以他就舍不得扔东西 因为他舍不得扔东西呢 所以家里东西越多越多 所以就乱了 对对对 那你什么时候有空 上我家帮我规划规划呗 改天吧 改天吧 好啊 我先上去吧 别改天了 就今天吧 我着急啊 不着急 不着急 不行 你不着急 我着急啊 我着急啊 小猫 怎么了你 他昨晚睡在沙发上了 可能落转了吧 不过你这个 歪脖子的造型还蛮可爱的 没办法啊 一时半会儿突然直不起来了 我告诉你啊 你这个啊 就因为这个肩脊血液不腥环导致的 你拿那个吹风机的暖风吹一吹 打通血脉立马就能好 好 小猫 下午要是还疼的话 我建议你去看一下骨科医生 开一个松弛肌肉紧张的药就好了 说的有道理 原来啊 我也得过这种毛病 记得以后有病去看医生 我说唐倩倩 你怎么老挤对我 唐倩 拜托 你们俩真是狗 来什么 这个又是狗 好 BRAVAN排棒棒糖 不仅活血滑鱼 还很好吃 谢谢啊 一点就痛 感觉好像还不错 画得不错 跟我幼儿园的水平差不多 陶总 你不是早就下班了吗 对啊 我出去吃吃饭 喝喝咖啡 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就回来了 出去吃吃饭 喝咖啡 看看时间差不多了 你不是该回家了吗 傻瓜 你觉得总经理那么好当啊 我日理万机 千头万里 对了 你猜猜看 我为什么又回来了 你是喜欢在安静的办公室工作 不 不 难道是你在等大家都下班了 你再回来加班啊 我的世界只有你最懂 我知道了 你是担心 如果你在的话 大家都不敢走了 是吧 不得不说 你还真是一个 为下属着想的好领导 谢谢 谢谢 我生命中最最重要的人 林小萌董事长 为我颁发这个中国好领导奖 我会再接再厉的 那个中国好员工 你在画什么呢 你看不着啊 瞎 电线我已经压厚了 你装神奇啊 是我自己想赶出来的 趁着还有灵感 老板 那一会儿你画完了 我又送你回家 那别啊 你别等我了 你先回去吧 我这儿还要忙一阵子 听谁的 你老板 我老板 你别等我了 老板 一会儿我开车在厢头等你 再来啊 哎 开心一点 开心一点 再开心一点 生气 很生气 哎 微笑 微笑 嘿嘿嘿 大笑 这小萌萌不知道 要交班交到几点啊 就每天都这样 希望我爸你过来就 要不要谁来交过妙妙 不是 你是不知道 现在白领啊 压力特别大 他刚进了大公司 总得做点业绩出来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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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没等 是吧 那你留在这里看妙妙啊 你 你去干嘛啊 去身房啊 这个点去 这个点为什么不能去啊 行了 那你小心点啊 我在这儿等小哥回来 我再走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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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单不动 是我技术问题还是方法问题 还是力量问题 我这个力量 你这回自己是绿巨人啊你 绿 这太沉了 绿巨人 这样吧 先试试这个吧 这个 这个有点轻啊 就这样吗 算了 早餐不太适合你啊 来 过来这边吧 我试一下 这个 这个 手握下来这个把手 然后准备的时候先吸气 推出去的时候呼气 试试 好 慢慢来啊 不用急 好 放下 吸气 好 推出去的时候呼吸 好 很好 好 我的肩肩好疼啊 我的肩膀那么紧 工作压力好大 你怎么知道 偶尔还会头痛是吧 对啊 我跟你说啊 身体是很诚实的 你别以为工作压力大 就会脑袋累 你以为每一条肌肉 每一个神经都能感受到 我相信会方法来轻松点吧 怎么样 先把妆给卸了 来健身房只有放轻松的 就不用办公室 不用武装自己 来 先慢慢玩吧 记得下次先写妆 好 好 你爸今天给我打电话了 说明天想来看你 我刚刚讲我去机场接他 你去接他 对啊 有问题吗 讲完就下了 我怎么会这么说 我跟他讲啊 你这边工作呢 还不稳定 过一段再过来 你吓死我了 你就知道开玩笑 这样叫行吗 满意吗 不过我就知道 你最上道了 嗯 谢谢 你别再吓我了行吗 不会不会 你放心吧 嗯 但是话说回来啊 这妙妙的事呢 总不能瞒一辈子 对吧 我管不了那么多 现在我只想瞒着 我也想不出其他的办法了 嗯 那你有没有想过 让妙妙回台湾 一切恢复原状 不就接她欢喜了 那只有你欢喜吧 我才舍不得 让妙妙再回肯定呢 我啊 那口咬吕洞并不是好人心 你讲话越来越不上道了 我好不容易 把妙妙带到身边了 我一定要给她最多的爱 乖 教授啊 明天过来看一下小萌 她这边有状况啊 教授 呵呵 如果她被人打招呼 舍不得了 我让他等着 我说你再去我 不过 你不是我的 你是 人 是 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呢 老天为了愚弄我 把一个叫宁晓萌的派到我身边 从此我走上了水深火热的道路 十五周年了 十五周年快乐 我们都认识这么久了 对啊 不过送花也太老头了 喂 宁晓萌 十五年了 越来越不上道了说话 十五 十五 那个 介绍一下 这是我公司的领导 陶然 左先生 你好 你好 你们 你们认识啊 你的朋友 我当然都认识了 今天我们认识十五周年了 所以他做纪念礼送我的花儿 好 那 恭喜你们啊 谢谢 你们继续聊 我先上去 好好好 谢谢 谢谢 要不这样吧 你等我一下 我们一起上去 你们 一起 哦 那个 赵俊搬过来住了 然后他为了帮我照顾面面 哦 挺好 挺好 他帮你一起照顾 会 挺不错的 要不要我帮你把画拿上去 不用了 他应该还等着呢 我先过去了 好 那你开车小姐 拜拜 拜拜 好 回来了 嗯 我也回来了 哇 一起回来了 这 这话谁送的 别看见我 不是我 你瞎想什么呢 他就是我一哥哥 这是陶人送的 就是我爸的学生 他哥哥 还有他爸的学生 给他送你个花 说庆祝他们认识十五周年 厉害吧 是吧 不就认识一下吗 送花干什么呀 你们俩今天到底怎么了 我哥哥送我花 不是很正常吗 再说了 他现在不只是我哥哥 我的意思是说 他现在不只是我哥哥 他现在还是我领导 只要我犯错误的话 他可以立马把我开掉 你乱想什么 那你想哪儿去了 我现在哪儿有别的心思啊 我天天是应付 应付谁啊 就是应付一个好心的人 来帮助我当妈妈的一个 善良的同学啊 我光是感谢他都来不及了 还有别的心情想别的嘛 你说是不是 你什么我跟你说啊 啊 虽然之前我们约定好了 互相的私事 不过问不干涉 但是如果你以后有对象了 你必须让我 还有郑蕾先看看 因为就官服到妙妙的章来 啊 只要跟妙妙有关的事情呢 就跟我有关系 如果她的条件 啊 可以超越我们郑蕾 那我OK 我无所谓 啊 那如果她还不如郑蕾 那你还不如跟她算啊 啊 我 你说什么呢 你开什么玩笑 我和她是哥们儿 你无不无聊啊 你说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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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失望了 啊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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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你不考虑一下你父亲的感受吗 本来淼淼的事情就挺难开口的了 现在又跟个男人同居 让教授怎么想 陶然 什么同居不同居的 我们是室友 在军搬过来呢 也只是为了让妹妹快点适应这里 适应有妈妈的生活 我告诉你啊 自从在军搬过来 妹妹对我的态度立马就不一样了 现在她看见我还会笑呢 要是妙妙能早一点适应这里 再军跟正蕾就可以早点追求自己的爱情了 我已经耽误了他们太多年的青春 真的真的不想再继续耽误了 那你自己的爱情呢 追求呢 陶大哥 我现在所有的心思都是妙妙 我已经亏欠了她八年 我还有什么资格 还有什么余力去想什么爱情不爱情的呢 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亲情 对 亲情 那除了妙妙 你父亲也算是亲情吧 你是不是应该好好想想 叫我说我 陶然 就算我求你了 拜托了 你就不要为难我了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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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的手艺 妈 下次那个 糖啊 少一点点 更好喝 好的 好 多喝点啊 嗯 来 来这 这是什么 相亲的时间地点细物 妈 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就 这个叫做先宅后照 哪有宅 这叫百善孝为仙 传宗接代才是孝顺 你懂吧 不 妈 你们俩已经当爷爷奶奶了 妙妙 这么可爱的小女孩 是你们的孙女 你们还 是 妙妙我是很喜欢的 关键她不信这娘 震雷 如果你不想去相亲 就把你心目中喜欢的对象 跟妈说出来 啊 啊 我 我 光说不练哪成啊 有喜欢的对象 带回来给我看呀 你妈我是很开明的 只要你喜欢 我肯定也喜欢的 是啊 啊 说吧 哎妈 你你你把你给为人拒了吧 拒了拒了拒了 拒了拒了 不去不去 儿子就娶一次 陈波 哎呀你就去聊上几句什么 说你好啊 再见啊 我又没卡着你脖子 要你一定要娶她了 那行 我就把它具体的都发到你手机里 啊 我一小时发一次 嗯 还挺好吃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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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挺忙的 我就直奔主题了 索先生为什么要住进宁小萌的房子里呢 陶总理这个问题好像有问题吧 那是妙妙的家 是我女儿的家 是住进我女儿的家里 你都是大人啊 就不玩这个文字游戏了 那里怎么讲也是小萌的家 你个大男人 跟一个女孩子住在一起不太方便吧 上海挺大的 你没有住的地方吗 非要跟小萌一起一块 小萌的事情 好像没有必要跟你讲太多吧 小萌的事挺有必要的 他的父亲是我的老师 但是我也答应过要照顾小萌 当然了 如果你不想提 那我们来谈一谈妙妙 你养了她八年了吧 你应该非常爱她 那么左先生有没有想过 什么样的选择 对妙妙来讲是最好的 妙妙今年八岁 我跟她在一起生活了整整八年 什么样的选择对她来说是最好的 我相信我会比你更清楚一点吧 对啊 那把她带回肯丁 是不是最好的选择了 你明明有最好的选择 你明明有最好的选择 你为什么要假装大方 把她让给林小萌呢 你明明有最好的选择 为什么要做最坏的让步 你这么做 真的是爱妙妙吗 她总我估计你没带过孩子吧 什么叫做最好的选择 父母做的选择 就是最好的选择吗 有时候你以为是最坏的让步 会不会有可能就是最好的成全呢 这个没有当过父母的人 估计很难体会 我没有做过父亲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觉得对妙妙最好的选择是什么呢 对孩子最好的选择 应该是她自己的选择 她自己选 她现在那么小她懂吗 我像她那么小的时候 天天逃课不学习 那这种选择也是好的吗 小孩子不懂 要是我们做大人的 可以带领她去懂 其实选择没有好与坏 没有对与错 我们应该做的 不是帮她去选 而是帮助她 从她的选择当中 学习什么是正面的价值 正面的价值 正面的学习 我不太懂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那上海是妙妙自己的决定 我很尊重她的选择 当然 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 去帮助她适应上海 那么从现在为止 妙妙适应上海的生活 不太好呢 妙妙是不是自己 都特别后悔来上海 她跟小萌相处得怎么样 不太好吧 甚至可以说是在相互折磨 这一点你不否认吧 座先生 小萌毕竟 离开妙妙已经八年了 现在重新回去待她 会非常非常的痛苦 我站在小萌的立场上 为她好 我不希望她年纪轻轻 就背上这么沉重的痛苦 那么同样 你站在妙妙的立场上 为妙妙好 你好好想一想 什么对她才是最好的选择 陶总 你一直说 是为了小萌好 为了妙妙好 可是你口中所说的好 就是希望可以拆散她们 她们已经分开了八年 好不容易团圆了 好不容易可以生活在一起 但你却希望 小萌再次失去她女儿 要妙妙再度失去她妈妈 这就是你所说的好 我一个大人人住 哪根本无所谓 只要为了小萌好 为了妙妙好 别人怎么看我 灰田都不在乎 谢谢你的茶 谢谢你的茶 你好 我们来相亲的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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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再跑 你再把小萌生都她们 跟他人担心 你怎么看我 没有看你 也不要走 你怎么看我 就我看你 还要去 HTML 我为了 跟他一些 谢谢 你用这怀表 是因为这怀表 对你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这个呀 要从我爸说起 我爸是做戏剧美术的 从我小的时候 我的家里都是各种各样的古董 特别有味道 我爸呢又特别浪的 他就用这些东西 把我妈骗到手的 这块表是因为 他的一个电影需要一块道具 他就千辛万苦到处找 终于在个古董店里 把他逃了出来 后来就留了下来 在我大四那年 他就送给了我 我就一直待在身边 哇你爸也太浪漫了吧 我爸比我浪漫 所以我妈急呀 就天天轰我出来 相亲相亲相亲啊 这那相亲相跟我头疼 找不着办法 一周一次 一周一次 你下来付钱啊 什么艳福啊 这对于我来说就是任务 必须完成的任务 你明白吗 这每一周 必须得把一到星期六 直到第二天 这每年会来 两个小时 好 再来 那我就终于做过 看得完啊 最后再来 我去看他 图了 这一周 祝你 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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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